第十二章 连城宝藏 迪云越墙而入 来到万家的书房 其实天一黎明 朦朦胧胧之中 见地下躺着一人 一熄便是七方 迪云大惊 忙去火刀火时打了火 点着了桌上的蜡烛 烛光之下 只见七方身上全是鲜血 小腹上插了一瓶短刀 他身旁堆满砖块 墙上拆开了一洞 万事父子早已不在井内 迪云俯身跪在七方身边叫道 师妹 师妹 他吓得全身发抖 声音几乎哑了 伸手去摸七方的脸 绝对尚有暖气 笔中也含有轻轻呼吸 他心神烧定 又叫 师妹 七方缓缓睁开眼来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说道 师哥 我 我对不起你 迪云道 你别说话 我 我来救你 江空心踩轻轻放在一边 右手抱住了七方身子 左手抓起短刀的刀柄 想要拔了出来 但一撇指下 剑那口刀深深插入他小腹 做了半尺 刀腿拔出 势必立时送他性命 并不敢就拔 只急得无忌可施 哎 连问 怎么办 怎么办 是 是谁害你的 七方苦笑道 师哥 神经说 一夜夫妻 哎 别说了 我 你别怪我 我忍心不下 来放出了我丈夫 她 她 迪云咬牙道 她 她 她反而刺你一刀 是不是 七方苦笑着点了点头 迪云心中痛如掏脚 引着七方命的请客 万归这一刀 刺得他如此厉害 无论如何是救不活了 在他内心 更有一条肚脊的毒蛇才隐隐地咬尸 你 终究是爱你丈夫 你可自己死了 也要救他 七方道 师哥 你答应我 好好照顾空心菜 当是你 你自己的女儿一般 迪云黯然不语 点了点头 咬牙道 这贼子 到哪里去了 七方眼神散乱 声音寒昏 轻轻地道 那山洞里 两只大蝴蝶飞了进去 两山伯 竹鹰台 师哥 你瞧 你瞧 一只是你 一只是我 咱们俩 这样飞来飞去 永远也不分离 你说好不好 声音渐低 呼吸慢慢微弱了下去 迪云一手抱着空心菜 一手抱着七方的尸身 从万家围墙中跃了出来 他本想一把火 将万家的大宅子烧个干净 但转了一想 这屋子一烧 万师父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要为师妹报仇 得让这宅子留着 迪云奔到当年丁点毙命的废园中 在梅树下掘了个坑 将七方的尸身埋了 那柄短刀却收在身边 他决心要让这柄刀去取万师父子的性命 他伤心的 哭不出眼泪来 只是不住自责 为什么不将这两个恶贼先打死了 再丢进墙洞 为什么这样大意 终于喊了师妹性命 他不管师妹 只怪着自己 空心菜不住哭叫 妈妈 妈妈 叫得他心烦意乱 于是在江陵城外找了一家农家 给了十两银子 请一个农妇照管女孩 他日日夜夜地守候在万家前后 半个月过去了 没见到万师父子半点踪迹 奇怪的是 连陆坤 布园 孙勋 冯潭 沈城等几人也都失踪 不再回到万家来 万家的壁铺乱的 眉头苍蝇一般 有的开始偷东西了 有的在嘲嘴打架 江陵城中却有许多武林人物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 一天晚上 连陆坤听到了几个江湖豪客的对话 那连城建决原来是藏在一副唐诗选机之中 头上四字是 江陵城南 是啊 这几天文风赶来的着实不少 就是不知这四个字之后是些什么字 管它之后是什么字 咱们只管守在江陵城南 有人挖出宝藏 给它来个拦路大劫 不错 就算劫不了 至少也得分上一份 见者有份 还少得了咱哥们的吗 江陵书铺中 这几天去买唐诗选机的人可真不少 今儿 我走进书铺 还没开口 伙计就说 大爷 您可是要买唐诗选机 这不说 我们刚在汉口赶着烧来 要买清早 吃了只怕卖光了 我很奇怪 问他 你怎知我要买唐诗选机 你猜他怎么说 不知道 他怎么说 他妈的 那伙计说 不瞒您老人家说 这几天 身上带刀带剑 挺胸秃秃的练把式爷们 来到书铺子 时刻到有十一个要买这本书 五两银子一本 你也合不合适 这奶奶的 哪有这么贵的书 你知道书架吗 你买过说没有 哈哈哈哈 老子这一辈子可从没进过书铺子的门 书啊 书的 老子这一辈子最爱赌钱 买赢就好 买书可从来不干 哈哈哈哈 滴允信道 林城剑局中的秘密可传出去了 是谁传出去的 是了 万师父子的话给鲁昆他们听了去 万镇山要追查 几个徒儿却逃走了 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想起当年与丁点同处狱中之时 也有许多江湖好事闻风而来 却都给丁点一一打死了 嗯 丁大哥的大事还没办 丁大哥的事可比我自己报仇要紧 丁小姐的父亲是荆州府的知府 迪云到江陵城中最大的棺材铺 墓碑铺一打听 便查之 丁小姐的坟葬在江陵东门外十二里的一个小生缸上 他买了一把铁铲 一把贺罪除 除到东门 不久便找到了坟墓 墓碑上写着 爱女凌双华之墓七字 墓前无花无数 林姑娘生前最爱鲜花 她父亲竟没给她种植一种 爱女 爱女 你真的爱这个女儿吗 她冷笑起来 想到了丁点和七方 忍不住泪水又流了下来 她的一劲 草就被悼念七方的眼泪湿透了 在凌双华的墓前 又加上了新的眼泪 山岗附近没人家 离开大陆很远 也没人经过 但白天总不能抛坟 只等到天全黑了 才挖开木土 再聚开三河土峰制的大石 献出了棺木 经历了这几年来的艰难困苦 迪云早不是个容易伤心容易流泪的人了 但在惨淡的月光下 见到这具棺木 想到丁大哥便因借口棺木而死 却不能不再伤心 不能不再流泪 灵腿丝曾在棺木外 涂上金波寻花的剧毒 虽然时日相隔已久 而且将棺木抬到此间下葬 撂向棺外毒药早已抹去 但他不敢冒险伸手去捧棺木 拔出血刀 从棺杆的缝口中轻轻推了过去 拿血刀削尽断玉 遇到木材便如皮豆腐一般 它不用使劲 便已将棺杆的损头尽手切断 又比一阵尽力到处棺杆飞起 莫然间 只见棺木中 两只已然朽坏的手 向上举着 棺杆一飞起 两只手便掉了下去 万然挥动一般 狄云吃礼惊 心想 灵小姐入关之时 怎的两只手会高举起来的 这真奇了 只见棺杆中并无手衣 被褥等一般炼藏之物 灵小姐只穿一身单衣 迪云默默助导 丁大哥 灵小姐 你二人生时不能成为夫妻 死后同葬的心缘终于得偿 你二人死而有灵 也当含笑于旧权之下来 接下背上包袱 打了开来 将丁点的骨灰 撒在灵小姐尸身上 她跪在地下 恭恭敬敬地拜了四拜 然后扎进身来 将包骨灰的包袱 裹在手上 并去提拿棺盖 要盖回棺木 月光写照 只见棺盖背面 隐隐写九字 丁凑近一看 只见那几个字歪歪斜斜 写的是 丁朗 丁朗 来生来世 再为夫妻 迪云心中一寒 已交错的地下 这几个字 显示指甲所刻 她一宁死间便已明白 林姑娘是给她父亲活埋的 放入关中之时 她还没死 这几个字 是她临死时 用指甲刻的 因此一直到死 她的双手始终举着 天下就有这般狠心的父亲 丁大哥始终不屈 林姑娘始终不负丁大哥 她父亲越等越恨 终于下了这毒手 又想 林之父发掘丁大哥越狱 知道丁回去找她算账 急忙的棺木外 涂上金波寻花的剧毒 这人的心肠 可比金波寻花还毒上百倍 她凑近棺盖 再看了一遍那两行字 之前 这几个字之下 又写着三排字 都是写 四十一 三十三 五十三 等等数目字 迪云抽了一口凉气 心到 是了 林姑娘知道临死 还记着和丁大哥合葬的心愿 她答应过丁大哥 有谁能将她和丁大哥合葬 便将临城剑决的秘密告知此人 丁大哥在飞渊中 跟我说过一些 只是没说完便毒发而死 师父那本剑谱上的秘密 给师妹的眼泪浸了出来 偏偏给万世父子 死得稀烂 我只得这秘密从此掩灭 哪知道 林姑娘却写在这里 她默默触告 林姑娘 你真是信任 多谢你一番好意 可是 我此心成灰 恨不得自绝欲学 自吻而死 伴在你和丁大哥身边 这大仇未报 尚得去杀了万家父子 和你父亲 金银珠宝 在我眼中便如泥尘一般 说着提起棺盖 正要盖上棺墓 莫得里灵机一动 哎呀 对了 万世父子这时 不知躲到了哪里 今生今世 只怕再也找他们不着 但若将大宝藏的秘密 写在当眼之处 万世父子必然文讯来看 不错 这秘密是个大大的香儿 万世父子纵然起义 再有十倍小心 也非来看着秘密不可 他放下棺盖 看清楚树木字 一个个用血刀的刀尖 划在铁铲背上 课完后核对一遍无误 这才手上衬了包袱布 盖上棺盖 放好石板 最后将坟土重新兑好 这个大仙院是完了 报了大仙之后 许得在这里种上数百颗菊花 丁大哥和林姑娘 最爱的便是菊花 最好能找到 春水碧波的名种绿菊花 第二天早晨 江陵南门旁的城墙上 赫然出现了三行 用石灰水书写的数目字 每个字都持续见方 远远便能忘记 四 四十一 三十三 五十三 奇怪的是 这几行字离地二仗有余 江陵城中 只怕没那么长的梯子 能让人爬上去书写 除非是用绳子坠着身子 从城头上挂下了些 离这三行字十余帐外的城墙边上 迪云半度起开 脱下破棉袄 坐在太阳底下捉狮子 从南门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只几个时辰 江陵城中街市场 茶馆里就有人纷纷谈论 也有不少人到南门外来亲眼瞧瞧 但这些数目字除了写的地位奇特之外 并没什么好看 一般些人看了一会儿 胡乱猜测一番遍及走的 却又好几个江湖好客留了下来 这些人手中都拿这本唐诗选集 将城墙上的数字抄了下来 皱着眉头苦苦思索 迪云见到孙军来了 沈城来了 过了一会儿 卢昆也来了 但他们并不知道 连城剑法每一招的次序 虽然手中可有一部唐诗选集 虽然城墙上写着大大的数字 又料到这些数字定是剑谱中的秘密 虽然偷听到了 师父和大儿子参详秘密的法子 却不知每个数字应当用在哪一首诗中 这世上只有万志山 严达平七长发三人之道 鲁坤等三人在悄悄议论 隔得远了 迪云听不到他们的说话 见三人说了一会儿话 便回进城去 过不多时 三个人都化了妆出来 一个半座水果贩子 挑一袋橘子 一个半座菜饭 另一个半座喝着锄头的香民 三人坐在城墙脚边 注视着来往行人 迪云猜到了他们的心思 他们猜等万志山到来 他们猜不透这秘密 但只要跟随着万志山 便能找到宝藏 就算夺不到分一份总有纸挖 再和师父相见 当然危险万分 可是要发大财 怎能怕危险 临城剑谱中头上四个数目字 早已传开了 四 四十一 三十三 五十三 那便是 江陵城南 四 四十一 三十三 五十三 以后还有一连串的数字 再蠢的人 也想得到 那必是剑谱中的秘密 在城墙脚边坐下来的人越来越多 有的化了妆 有的大模大样 已本来面目出现 迪云数了一数 一共有七十八人 再过一会儿 不远和冯谈也来了 他是兄弟二人 不知为什么是张得面红耳赤 差点就要打架 但终于安静下来 坐在护城河旁 等到下午 万事父子没出现 等到傍晚 万事父子仍没出现 许多人已在破口大骂 万家的祖宗突然声名打造 尤其是万振山的奶奶 天快黑了 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 拿了一张纸 一个墨盒 一支笔 摇头晃脑的 将城墙上这几行字抄了下来 一头大汉正闷得没地方出气 一瓦抓住那人 问道 你瞅瞅仙子干什么 那先生道 老夫自有用处 旁人不得而问之也 那大汉道 你说不说 不说 不说我就打 提起挫波大的卷头 在他鼻尖前摇来晃去 那先生下怕了 产生道 是 是人家叫我来抄的 那大汉道 谁叫你抄的 那先生道 一位老先生 不 驸马你说 就是本城大名鼎鼎的万振山万老先生 你 你可得罪他老人家不得 万振山这三个子一出口 众人便哄了起来 疑云更加欢喜 只是 这份欢喜之中 混着太多的仇恨和伤心 那先生 站站站进进的在前面走 一脚高一脚低 滴滴撞撞的直向东行 一百多人远远的跟着 万振山既然不来 便去找万振山 只有他 才参详得出其中的秘密 这件事 也揭明了 人多势众 要硬逼着万振山 去找宝藏 许多人 承担的大汉 哎呀 幸亏你老哥聪明 我们怎么没想到 万振山会派人来朝数目次 要不是你老哥 大伙在城门边 等上三天三夜 万振山 却早将宝藏起了去了 那大汉很是得意 说道 哈哈哈哈 这酸秀才鬼鬼祟祟 我料得他干的不是好事 似乎他自己干的 却是好事 迪云混在人群之中 隐隐觉得 万振山老见句话 绝不会这样轻易 便给人找到 其中定有诡计 这时 一行人离开南门 已有数理 他回过头来 又向城墙望去 一瞥眼间 只见一条人影 从城墙边飞快掠过 详细几分 迪云寻死 这一群人盯着几个教书先生 绝技不拔地走了 他们如找到万振山 也绝不会离开了他 诺大一个江陵城 要寻万事父子十分艰难 但要找这么乱七八糟的一大群人 却亦过反掌 我何必跟在人群之中 他心念一动 闪身隐在一桌处后 随即展开轻弓 反身奔向南门 更像西行 寻着那人影的去向急奔 不到一盏茶时分 便追上来 迪云的内功 继修得炉火纯青 轻弓相应而高 脚下迅捷一场 他追踪的那人 轻弓也是了得 但比这迪云 却又差得远了 那人丝毫不觉有人跟随 只快步奔跑 迪云见他奔到 一间小屋之前 推门入内 迪云守他门外 等他出来 过了一会儿 却见小屋的窗子中 透出了灯光 他闪到窗下 从窗缝中向内望去 只见屋里坐着个老者 背向窗子 瞧不见他的面容 看着背影 便是师才所追踪那人 拿老者的桌上 摊开一本书来 低于一箭便知 是唐诗选集 这本书近日来 在江陵城中流行极广 居然这老者未能免俗 也有一本 只见他取过一支图笔 在一张黄纸上 写了江陵城南四个字 他口中轻轻念着 一五一十一五十五十八 第十八个字 跟着才只上写个片子 迪云大赤惊 这人决能在这本唐诗中 查得到字 难道他也会连称剑法 瞧他背影 显然不是王之山 这老者穿着一件 必就得灰色布袍 瞧不出是什么身份 只见他查一会儿书 屈指寄一会儿书 便写一个字 一共写了二十六个字 迪云一个字 一个字读下去 见识 喜天宁寺大殿佛想 向之虔诚膜拜 通灵祝稿如来 赐福往生极乐 那老者大怒 将笔杆重重在桌上一拍 说道 哼 什么向之虔诚膜拜 通灵祝不够 有什么 书来赐福往生极乐 他奶奶的 往生极乐 这不是叫人去见十殿阎王吗 迪云听着人口音极熟 正思索间 那人侧头回过脸来 迪云身子一矮 缩在窗下 心道 是二十波 无怪他知道剑钞 这却又是什么秘密了 原来是戏弄人的 心中忍不住好笑 这许多人花了诺大心思 不惜是师父 害同门 原来只是一句作弄人的话 他没笑出声来 但在屋中 严打平 却大笑起来 叫我向如来佛前程膜拜 通灵祝告 这泥醋木雕的 他妈的臭菩萨 便会赐福于我 他奶奶的 叫老子往生极乐 我们合力杀了师父 师兄弟三人 你胜我夺 原来是大家要争个 往生极乐 将领城中 这几百条英雄好汉 乌龟贼强盗 争来争去 为的都是要往生极乐 笑声中充满了凄惨之意 一面笑 一面将黄纸扯得粉碎 突然之间 他站着一动不动 双目睁睁地 瞧着窗外 狄云想起自己 所以遭死打难 其方所以惨死 其音介在 这连城建决的秘密 而这秘密 竟是几句戏谑之言 心出悲愤之急 忍不住 也要纵声长笑 便在此时 只见严达平 燕望窗外 似乎见到了什么 只听他喃喃自语 到了这部田地 去天宁寺瞧瞧 那也不妨 将领城南偏西 不错 确实有这么一座古庙 他一挥手 薄熙的油灯 推门出来 展开轻弓 向西本去 迪云心下质疑 我去寻万事山呢 还是跟岩师部去 嗯 那一大批人 一找得紧 还是先跟着 岩师部瞧瞧 当下 顶住 岩达平的背影 追了下去 不到小半个时辰 岩达平 便已到了 天宁寺 古庙之外 他先在庙外 轻轻慢赏 又绕着那庙 转了一个圈子 听得庙内 庙外 静悄悄的 并无人踪 这才推门而入 这天宁寺 地处荒禧 年久失修 门袖强癖 庙内也无 庙如和尚 岩达平来到大殿 一晃火热 便要去点 神坛上的蜡烛 火光之下 只见竹类似乎 颇倍新鲜 心念一动 伸手去捏了捏 果然 竹类柔软 显然不久之前 有人点估着蜡烛 他心下气疑 吹熄了火车 正要举步出外茶茶 突厥背后一通 以并令人插进身子 打叫一声 便急毙命 迪云躲在耳门之后 见火光陡西 严达平便急惨乎 知他已遭暗算 这一下 士气仓促 不及救援 他索性不动 要瞧伤害严达平的是谁 黑暗中 只听得一人 黑黑黑冷笑 这声音传入耳中 低云不游的毛骨悚然 这笑声音传可不 具有十分熟悉 突然间火光抖动 有人点亮了蜡烛 烛光射到那人身上 那人慢慢地侧过脸来 低云险些脱口呼出 师父 这人竟是七长发 只见他向严达平的尸身踢了脚 拔出他背上长剑 又在他背心上 连刺竖剑 低云见师父 杀害自己同门师兄 手段竟如此狠毒残忍 这些师父的呼声 刚到口边 便硬生生地忍住 七长发黑黑冷笑 说道 二师哥 你也查到了 连城剑谱中的秘密 是不是 江陵城南偏西 天宁寺大殿佛像 想知虔诚膜拜 通灵主告 二师哥 剑谱中说 如来赐福 往生极乐 你现下不是往生极乐了吗 这不是如来赐福了吗 他转过头来 望着那尊 面目慈祥的如来佛像 他脸上堆满力气 恶狠狠地端详伴赏 说道 你奶奶的臭佛 喜怒了老子一生 坑害得我可就苦了 纵身上了神坛 提起长剑 当当当三响 在佛像腹上连砍三剑 一般佛像 均是尼锁木雕 但这三剑砍在其上 却发出 铮铮铮的金属之声 七长发一针 又砍了两剑 但绝招剑处 即是坚硬 他拿起竹台 凑近一看 只见剑痕深硬 露出灿烂金光 七长发一呆 甚至将两条剑痕之间的泥土剥落 但见山上发光 里面竟然都是黄金 他忍不住教导 大金佛 都是黄金 都是黄金 这座佛像高于三丈 粗壮肥大 远超寻常佛像 属通体全以黄金筑成 少说也有五六万金 那不是大宝藏是什么 他狂喜之下 卫宁斯 转到佛像背后 举剑批削 见佛像腰间 似有一扇小小暗门 他不住用力砍削 泥塑四剑 只将长剑削得 崩了数十个缺口 才将暗门四周的泥塑 都削去了 指尖的暗门 也是黄金筑成 七长发将剑 伸进暗门周围的放戏中 去撬了几下 戏不自省 心慌意乱之下 啪地声 长剑竟而折断 他提起扳击断剑 到暗门的另一边 再去撬 又撬得几下 那暗门渐渐松来 七长发抛下断剑 伸手指将暗门 轻轻起了出来 蜘蛛火照去 只见佛像肚里 珠光宝气 矮矮浮动 不止 这个大座子之中 藏了多少珍珠宝贝 七长发咽了几口唾沫 正想伸手到暗门之内 去摸出些珠宝来瞧瞧 突出神坛轻轻晃动 他心旧意 纵身便及月下 左足刚着地 小腹上一通 一个人点中了穴道 咕咚一声 摔倒在地 神坛下钻出一个人来 侧头冷笑 说道 七师弟 你找得到这儿 老二找得到这儿 怎么不想想 大师兄 也找得到这里啊 说话之人 正是万志山 七长发抖然发见大宝藏 饶食他惊喜过远 建了这许多珠宝 终于也不免喜出望外 一出神剑竟着了万志山的胆 恨恨地道 第一次你找我不死 想不到终于还是死在你的手下 万志山得以至极 道 我正在奇怪 七师弟 我饿死了你 将你封入家墙之中 怎么又会活了过来 七长发闭目不大 万志山道 你不回答 难道我就猜不到 那时你敌我不过 就急避其装死 封入家墙之后 居然能够脱逃 了不起 好本事 当时我见封墙的砖头 又一块秃了出来 心中一直觉得不大妥当 可说什么也想不到 是跟你挣扎着 逃走时踢出来的 万志山那日 将七长发封入了家墙后 刺激线到封墙砖头 又一块突出 这件事 令他内心十分不安 又不敢开墙 查看七长发的尸身 这才患上了 离魂之症 睡梦中 起身起墙 他一直在怕 七长发的僵尸 从墙洞里钻出来 因此 睡梦中 气了一次又一次 要将墙洞 封得牢牢的 他又冷笑道 你也真厉害 眼睁睁地瞧着你的女儿 做了我儿媳妇 竟始终不现身 我问你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七长发一口浓潭 向他吐去 万志山闪身避盖 笑道 老三 你要死得干脆呢 还是爱零零碎碎地受苦 你想死得痛快 就跟我说 你用什么法子 在那小客店里 到了剑谱 让我和老二 都追寻不到 七长发冷笑道 那还不容易 那晚我等你二人 睡得像侏罗一般 便悄悄起身 开了铁盒 将剑谱 塞入抽屉之下 与桌子的夹层之中 第二天早晨 剑谱自然无影无踪 我们三人争吵一场 分手而去 你在后面跟踪 盐达平 盐达平 在跟踪我 我就跟踪你 咱三人 咱三人互相跟踪了一个月后 各自散了 我这才回去小客店 在抽屉夹层中 将剑谱取了出来 回家藏入 一厢的旧衣服间 却不知怎样 给我女儿拿起来 喜欢的 你给我个痛痛快快吧 万振山顶笑道 好 给你个痛快的 按理说 不能给你这么便宜 只是你师哥没功夫了 许得赶快用烂泥图好佛像 好师弟 你乖乖的上路吧 说着提起长剑 并往七长发胸口刺落 突然间红光一闪 万振山一只右笔 七肘镰刀落在地下 身子跟着给人一脚踢开 正是迪云以血刀 救了七长发的性命 他俯身挤开七长发的血刀 说道 师父 你受惊了 这一下变故来得好快 七长发呆了老大半赏 才认清楚是迪云 说道 云 云儿 是你 迪云和师父别了这么久 又再听到云儿这两个字 不由得悲从中来 说道 是 师父 正是云儿 七长发道 这一切 你都瞧见了 迪云点了顶头 道 师妹 师妹 他 他 万阵山 断了一地 挣扎着爬起 冲向庙外 七长发 抢上前去 一剑自卑心刺入 传胸而出 万阵山 一声惨呼 死在当地 七长发 七长发 瞧着两个师兄的尸体 缓缓地道 云儿 幸亏你及时赶到 救了师父的性命 咦 那边有谁来了 是芳儿吗 说着 伸手指着电侧 迪云听得 芳儿两子 心头大振 转头一看 却不见有人 正见亚间 突厥背上一通 他反手抓住 来袭迪云的手腕 一转头 只见那人手中抓这柄 明晃晃的匕首 正是师父气场发 迪云大声迷亡 道 师 师父 弟子犯了什么罪 你要杀我 他这时才想起 是他师父一刀 已刺在自己背上 只因自己 有乌残衣护身 才又逃得了性命 七长发 给他抓住手腕 半身酸麻 使不出半分力道 惊怒交集之下 恨恨地道 好 你学了一身高明武功 自不将师父瞧在眼里了 你杀我呀 快杀 快杀 干嘛不杀 迪云松开手 仍是不解 他 我怎敢杀害师父 七长发叫道 你假惺惺的干什么 这是一尊黄金 筑成的大佛 你难道不想独吞 我不杀你 你别杀我 哪有什么稀奇 这是一尊金佛 佛像肚里都是 价值连成的真宝 你为什么不杀我 为什么不杀我 他高声大叫 声音中充满了贪婪 气恼 痛惜 那声音 不像是人声 便如是一只受了伤的野兽 在矿野上嚎叫 迪云摇摇头 退开几步 心道 师父要杀我 原来 为了这尊黄金大佛 杀石之间 他什么都明白了 七长发为了财宝 能杀死自己师父 杀死师兄 不过亲生女儿死活 为什么不能杀徒弟 他心中想起了丁点的话 他外号叫做铁左横江 什么事情做不出 他又退开一步 说道 师父 我不要分你的黄金大佛 你多个发财去吧 他真不能明白 一个人世上 什么亲人都不要 不要师父 是兄弟 徒弟 连亲生女儿都不要 有了家臣连成的大宝藏 又有什么快活 七长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心想 世上哪有人 见到这许多黄金珠宝 而不起 迪云这小子 定然另有诡计 他这时 已沉不住气 大声道 你倒什么鬼 这是一座黄金大佛 佛像度中都是珠宝 你为什么不要 你要使什么诡计 迪云摇了摇头 正想走出庙去 忽听得脚步声响 许多人蜂拥而来 他纵身上了屋顶 向外望去 只见一百多人 拿着火把 喧哗叫嚷 快步奔来 正是那一群江湖好客 只听得有人喝骂 万贵 他妈的 快走 快走 迪云本想要走 已听到万贵两次 当即停步 他还没为其方报仇 这一群人争先恐吓他入庙 迪云看得清楚 万贵让几个大汉扭着 木轻笔肿 一个人薄打了一顿 身上仍穿着那件酸袖采的衣衫 原来 他乔装成个教书先生的模样 故意将城墙边的一众江湖豪指引开 好让万贵山到天宁寺来寻宝 但在众人的跟随查究之下 终于露出了马脚 各人以性命相携 逼着他 带到天宁寺来 气场发听的人生 急忙遇上神坛 想要掩住 佛像剑痕中 露出来的黄金 但迟了一步 众人已见到他 站在神坛之上 双手 去掩佛像的大肚子 这是数十根火把 照耀之下 秒钟有如白昼 各人眼见到金光 一起大声发喊 抢僵上去 七手八脚的 便去展播佛像镇的离宿 各人刀砍剑销 不多时 佛像身上到处发出灿烂金光 跟着 有人发现佛像背后的暗门 伸手进去 掏出了大批珠宝 站在后面的 便用力将它挤开 珠宝一把把的摸出来 强有力的好事 便从别人手中解夺 突然间 门外号角声乌吹起 庙门打开 数十名兵丁冲了进来 高叫 知府大人到 谁都不许乱动 最后一人 身穿官府 傲然而进 正是荆州府知府 林退司 他在城内城外 耳目众多 这些江湖好渴之中 便换得有他的部署 以得讯息 历史提兵赶来 林退司 害死定点 彼此女儿 仍对林成爵 不得丝毫头绪 但他找寻 荆州大宝藏的痴心 始终不惜 虽之梅念生 与此有关 但不知关键事在 唐诗剑法 他继续付出 大批贿赂 在荆州府知府 任上连任 又以龙沙帮 帮主身份 派出帮众场探 终于得到讯息 这林成爵 关联到一本 唐诗选集 林退司 是汉里出身 温才诸朝 一番唐诗选集 见有些诗篇 是万唐诗人所作 上居梁元帝 五六百年 梁元帝的大宝藏 却无可能在唐诗中 留有线索 于是进一步 潜心侦查 才知 原来梁元帝 藏陀宝藏后 将所经手的官兵 匠人 尽数杀戮 后来 他为北州官兵所害 宝藏就此 绝无踪迹 道德大清康信年间 胡有一位 身具高强武功的高僧 主席荆州天宁寺 无意中发现了宝藏 他将此讯息 写成书信 托人送交给当时天帝会 广东红旗乡主吴六旗 请他去发掘出来 做天帝会 反清复明之用 因怕泄露机密 他将宝藏所在出用密码 也就是建决 注入一本当时流传的 唐诗选题之中 送交五六旗 五六旗是他师兄的弟子 同门相传 和那高僧都会唐诗剑法 知道剑法的次序 不幸密码送到时 五六旗遭难 为人所害 这剑决密码便流露在外 宋信人辗转 将讯息传了出来 讯息若不与唐诗选集连在一起 凑不成一块 得训之人 如不会唐诗剑法 虽之剑决 但不知剑招次序 宝藏也就难以找到 梅念生 是那高僧与五六旗的 同派门人 会使唐诗剑法 后来又得了剑决 使机不灭 落得给三个徒弟 背叛杀害的下场 一众江湖好客 建了这许多珠宝 那里还忌惮什么官府 个人只拼命地 抢夺珍宝 地下滚满了珍珠 宝石 金器 白玉 翡翠 珊瑚 祖母绿 猫眼 灵腿丝的部署 又怎会不抢 兵丁仙俯身见识 于是官长也抢了起来 谁都不肯落后 七长发在抢 万归在抢 连堂堂之府大人灵腿丝 也忍不住将一把把珍宝 穿入怀中 一抢夺 便不免斗殴 于是 有人打胜了 有人流血 有人死了 这些人越打越厉害 有人突然间 扑到金佛上 抱住了佛像狂摇 有的人用头猛撞 迪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就算是财迷心窍 也不该这么发疯 不错 他们个个都发了疯 红脸乱打 乱咬 乱撕 迪云见到 灵剑双霞绒的汪小枫在其中 见到 落花流水的花铁干 也在其中 更要不少人 是藏到徐谷中 取救水生 又出言 侮辱他的群猴大汉 其中很有血 是为人仁义的猴侠 他们一般的 都变成了野兽 才乱咬 乱抢 将珍宝塞到嘴里 咬得咯咯作响 有的人 把珠宝吞入了肚里 帝云莫得理明白了 这些珠宝上 喂的有极厉害的毒药 当年藏宝的皇帝 怕卫兵抢劫 因此在珠宝上涂了毒药 他想去救师父 但依然来不及了 这些人中毒之后 人人都难活命 林退司 万归 陆坤 不原 沈城等人做了不少恶 终于发了大财 但不必去杀他们 他们都已活不成了 迪云 在丁点和林姑娘的坟前 种了几百颗菊花 他没雇人帮忙 全是自己动手 他是庄稼人 除地种植的事 本是内行 只不过 他从前很少种花 种的是 辣椒 黄瓜 冬瓜 白菜 茄子 空心菜 他离开了 他离开了荆州城 抱着空心菜 匹马走上了征途 他不愿在他江湖上死魂 他要找一个人际不道的荒庇之地 将空心菜 养大成人 他回到了川边的雪谷 七方在万家给他的一百两银子 他早又取了来 除了在荆州城给丁点和林姑娘整理坟墓之外 并且筹谢照顾空心菜那家农府的一些是非 一级一路 从厄西来到川边的 绿途擅速之费 他在成都 给空心菜买了一大包 衣服鞋化 自己也买了些 免衣裤和布衣裤 几十双草鞋 包成一大包 都付在背上 来到川边失去的雪谷口上 还剩下三十几两几千银子 他在手里颠了点 用力智处 抛入了路边的峡谷之中 行到 便有黄金万两 珍宝无数 在雪谷里又有什么用 但师妹没有一起来 今后永远永远不能再来了 再见她一面也不能 寂寞得很 凄凉得很 舅舅 舅舅 为什么你又哭了 你想念我妈妈 我们说好了的 谁也不许再哭 鹅毛般的大雪 又开始飘下 来到了七十的山洞前 突然之间 远远望进山洞前 站着一个少女 那是睡生 她满脸欢笑 向她飞奔过来 又笑又翘 我等了你这么久 我知道你终于会回来的 你如不来 我要在这里等你十年 等你十年不来 我到江湖上找你一百年 有梅 有梅 是